各位专家各位老师 大家早晨好 我向大家汇报的提问是 全二维气象色谱 直谱联用技术的进展 我主要从 四个方面向大家汇报 首先呢是全二维气象色谱 它的这个20年的一个回顾 那么我再介绍一下商品化 全二维气象色谱 直谱联用仪 第三呢是全二维气象色谱 直谱技术的一些应用 最后呢我介绍一下 其他类型的全二维 那么全二维技术呢 是1991年 由江菲利普斯 他发明的 那么2011年呢 是他的这个20年的 这样的一个纪念 那么很多学者 都发表了非常多的文章 和这个专注 来回顾全二维的这个 20年的历程 那么 他发表了一个 对于全二维的核心部件 调制器的20年的一个回顾 那么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呢 在过去的十年 全二维技术呢 已经成为一个 普遍接受的 强有力的 对于分析复杂量品的 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同一年 不断增长的发表的文章呢 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还有很多学者呢 因为全二维对于科技的这个 促进作用呢 可以类似于 生物上非常著名的 PCR服务 那么 2012年呢 对于全二维 像社会的条件的 这样一个优化 这样一份增速呢 他们认为呢 今天全二维已经成为一个 非常成熟的 技术 那么他 你这个以为的像社会 对于森林方面的 这个比较呢 是有很大的这个进步 那么同样在2011年呢 这个蒙刚呢 他联合全二维界的 各个层 世界各个地方的 这样一个古录像呢 接下来这个 全二维社府 指导联用 这样的一本 专注 那么在这本专注当中呢 他这样写道 就是每当我把一个 新的样品 进行到全二维 像社会当中 那么我的感觉呢 就像 打开 圣诞礼物的孩子 一样这样的一种感觉 全二维像社会呢 实际上是为大家 打开了这一真实世界 让统认识的一部窗户 那么实际上呢 向下 插着望远镜 上天之后呢 我们对于天文学的这个认识呢 也打开了一线 新的一个窗户 那么 Welder呢 他在 他的这个专注当中呢 有这样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类型 那么语言学上呢 有这个字母表 单词和这个句子 那么他们认为呢 虽然界当中 对于自然奥秘的这个阶线呢 元素构级表 就相当于字母表 分子 就相当于单词 画可以反映 你当时动用 自发生化转导等等 相当于这个句子 那么对于这个 自然界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奥秘的这个阶线呢 我们必须要需要有 这样巨大的这样的工具 否则呢 我们没有这些工具的帮助呢 就是他的文房 我们也没有诠释 这样的一些语言 那么他们认为呢 色谱之谱就是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那么这个样的一个类比呢 实际上比我们 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 比如说我们要认识基因 那基因当中呢 我们说字母表呢 它实际上就四个点击 我们在认识基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依然这样一个困难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这个基因 也就是把它跟周围让分离出来 其次呢 我们要让这个基因的这个信号呢 能够送我们的阅读 跟有一个锐化 也就是信号变大 一样的锐化的过程 那么CCR技术呢 它可以 由这个领误 可以找到目标的基因 同时呢 CCR呢 它使这个 我们的目标基因呢 扩增了上百万倍 以至于呢 它与社会的这个信号相比较呢 它得到了大大的锐化 所以呢 CCR呢 作为一个工具呢 为这个 我们阅读基因呢 提供了非常好的方便 那么作为蛋白质来说呢 有一个老三江呢 从一样经常问他 就是说 有没有人能发明一个像 实际上一样把这个蛋白 特征从三万倍的 三百万倍的这样一个系统 实际上现在还没有 那么双向电影技术 那么在销中呢 加入了双性的这个电解 就是溶液 那么在电场上呢 建立一个稳定的气图 蛋白样品加入呢 由于每个蛋白都有 自己的这个电解 那么感受机动呢 蛋白质源的不同的 在气图分开 那么在另外一个呢 我们用机体清线 凝聚电影 那么实际上是按照 分子量呢 把它这样的一个排列 当然呢 双向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分离技术 但是呢 由于经过了这样的 两次的这个电影 那么我们知道 电影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这个样品呢 它有一个扩散 所以的话 在这个最终的这个 凝标点上呢 尤其我们要特定的 这样的一些靶向凝标 比如说总流标注物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风度标注物呢 往往呢 它的风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的话 我们双向凝标电影 最后这边这个 这个因为它的风度太低了 就像 你进行难以用 我们的这个机脑 把它能够正确的读出来 就要一个例子呢 就相当于在这个 藤江当中 放一片茶叶呢 都吃了这个浆水 是不是茶水这样困难 那么双向电影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分离 但是呢 缺少这样一个 对于音标信号的 一个 类化 加强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个 蛋白铁当中呢 还有这个 叶向色谱 这个指甲的这个分离 那么叶向色谱 指甲呢 可以直接的 这个盖片的 进行这个 谱品分离 也可以用一个 LKModi 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么LKModi呢 是把内向色谱的 这个流分呢 我们知道Modi呢 它是基脂土激光解析 它的这个 样品呢 是在这样的一个 基础法上 LKModi呢 它是把这个 呃 内向的流分呢 点到这个 基础法上 那我们知道Modi 做的时候呢 都是样品 以这个基脂 捆离干燥结晶 那么通过这样的 一个干燥的一个过程 这样是去除了 内向色谱当中的 这个流动向 比如说雨镜 这样的一个流动向 所以的话 LKModi呢 它就一度做 呃 样品 有这个夜向的分离 同时呢 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去除溶剂 实际上也使这个 信号得到的 一定程度的 这个对话 但是LKModi呢 它只是做了 一维的这样的一个 呃 分离 那么作为 色谱技术 色谱技术呢 是100年 100年以前呢 这个 波兰的这个 服务学家 Tweb他提出来的 那么 他是在 CNC 叶子的 这个皮物的提起物 比如说这样的 一个绿色的 一个提起物 那么它呢 是用这个 玻璃 脚当中呢 填充了碳分盖 做成了一个 这个潜通度 那么我们把 色素呢 照样在这个 潜通度当中呢 用石油银来 领起 那么它发现了 这个色素呢 分成了这样的 三个条带 分别是橙色条带 黄色条带 跟绿色条带 那么 这样的一个 分布条带 非常像 光纸的这样的 条带 所以呢 它把它都在 照过色谱 那么当然呢 我们可以把 继续领起呢 把这个橙色条带 收集在这个 照杯当中 成为一个 油分收集 黄色条带 也收在照杯当中 绿色条带 也收到一个 商杯当中 因为呢 它是一个 有颜色的 我们利用的 这个检测器呢 实际上就是人的点心 但是呢 实际上 我们看到这样的 一个黄色条带 它有可能呢 还是由多种 层次成的 也就是这个 供油出现象 那么实际上在色谱 提出的 很短的时间呢 研究提到 这个 作为色谱的一个原理 比如说我们把 这个黄色条带 我们收集在 稍微当中 我们把这个油分呢 再用另外一根 比如说是 这个硅胶的 这个前中度 用分离基底 不同的这样的 柱子呢 把它分离 这样就构成了 一个多维厕所 但是这样的一个 多维厕所呢 有这样的两个缺点 首先呢 第一呢 就是啊 我们上样 比如说 这上样的一毫升 那么我们 油分收集 这个黄色条带 有可能是 10毫升 或者是更多的 这个 体积了 那么如果我们 再上样第二根柱子 我们最终呢 有可能是 现成了几十毫升 或者是上百毫升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再次的这个样子呢 它的这个 浓度就被大大的稀释 我们知道在 这个分离过程中呢 每一个 每一个色谱 每一个色谱点 每一个单点呢 它都有这么扩散的 一个作用 所以的话 我们经过了这个多维色谱呢 发现它越来越 越稀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方法 有第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把这个性化 加强锐化 那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我们 把这个橙色条带 上样的第二根柱子 那么 黄色条带 又上样一根柱 绿色条带 又上样一根柱子 这样我们三个 五分呢 用了这个 色谱色谱 如果要有一百个 几个组分的话 有一个检测剂 那么这样呢 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呢 已经操作了 我们操作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非常的复杂 它为了克服 这样的这两个缺点呢 全而为的 色谱呢 它是 把收集到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黄色油分呢 我们首先呢 所以它进行 这个 浓缩也就是去除 这个流动向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 像这个月像的 我们可以 说这空的方式呢 使这个流动向 把它推伐出去 那么气象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使这个载气 碍气或者干气呢 流过去 那么这样呢 使它一个浓缩 那么再把它 再尽量进入第二维柱子 那么再尽量 第二维柱子呢 我们用的是一个快速柱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收集到这个成色流分 我们再浓缩 进行这样的 第二根柱子 在浓缩黄色条带的时候呢 第一个柱子呢 它已经做完实验了 那么我们浓缩了黄色条带 带进了这个柱子的时候呢 它已经在等待的 这个一个状态 所以的话 我们第二根柱子 可以多次使用 那么全而为色谱呢 它这样的就是 将每一个组分的 丢性性的一次分离 那么这是 D.C.E. 强而为的一个底板 那么D.V.A.呢 我们这个 新生框当中呢 它是有面口 然后呢 经过了柱子分离检测器 那么全而为呢 它是把这个低微度的分离 在这样一个流分呢 首先有条件性的 对它进行一个浓缩 也就是去除了这个流动站 这样浓缩的一个过程 其次呢 它再尽量了第二根柱子 那么第二根柱子呢 它是一个快速柱子 那么在这个第二个柱子 到来之前呢 我们第二根柱子 第一个柱子 已经做完了这个实验 所以的话 这个全二维检测器呢 是每一个成分呢 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分离 那么这是一维检测器呢 它的这个分离空间呢 我们说是这样的一个渐性 我们用这样格子表 它能够容纳的 这样的一个空的这个数目 那如果要是我们采用 流分收集的话 比如说我们对于 中间三个房子的流分分离 进行三个另外一个柱子呢 它的这个 分离的这个空间呢 有所增大 但是全二维检测器呢 它是对于每一个成分 都进行了这样的 这个二维检测器 它的这个 风的容量分离的空间呢 是远远的大于这个 常规的一维检测器和这个 有份收集的这样的 这个中心接着的这样的 二维检测器 那么全二维检测器呢 它的风容浪测器 速度快 可以分离渐进的 这样的一个重流式化服务 比如说我们一维检测器呢 可以把这个样品呢 分成A和B这两个房子呢 它很有可能呢 是重流式的 比如说A有五个成分 B有三个成分 那么在全二维当中呢 这个第二维呢 它可以把这个 重流式的成分呢 把它得到有效的分离 再经过这样的一个电梯 比如说像直测器呢 它可以 就把这个重流式的发布呢 很好的这个分离 建立起来 那么西洋色谱 我们知道 它实际上是上世纪 40年代 商品化的 那么初期呢 是用了全通路 全通路呢 它可以分离的这个股份呢 约有十个股份 十几十个股份左右 那么二世纪70年代 它能够呢 这个残性 持有盲口耳朵呢 使这个 色谱的这个分离能力 大大新章 再大大增加 能够分离一两代的股份 那么二世纪90年代 全二维的这个出现呢 实际上呢 是色谱的这个能力呢 上了一个数量级 那么全二维上色谱呢 可以上千个股份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我们对于 这样的一个完经 团完经 那么 筹关方经 耐 那么 还有这个方经 以及这样的一个达通化服务呢 他们的 第一维的这个保留时间 一直到 这个第四位 小数点后 第四位呢 它都是相同的 但是呢 他们第二维的保留时间呢 是不同 那么我们可以 得到非常好的分离 那么这个不同呢 非常类似于这个 双向人家电影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全二维呢 它是对于每一个流氢 都进行了这样的一个 去这个流动上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嘛 每一个现犯呢 都是得到了一个锐化 那么全二维上色谱的特点呢 全二维上色谱 分离能力呢 远远大于 传统的这个毛续管柱 那么全二维上色谱 由于这个潮汁器的 这个聚焦作用 相比传统防水管柱 GC的这个 敬敏度呢 有大大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相当于 我们对每一个信号呢 进行了一个计划 那么全二维上色谱 就是相比传统的GC来说呢 它是一次分析 一次分析非常多的话 后 因此呢 它同时根据让行的 这个物理 一个废点 和化学政治局限不同的 进行这个分离 那么 全二维提名 传统的GC将近呢 常而为 定性更可靠 那么 它减少了让行 前辟的这个需要 那么全二维上色谱 需要很好的 这个减值器 正常我们说 PCR呢 它可以扩充 我们的这个目标 这个我们的目标基因呢 分离出来 按照我们要用色基因来 对于这个 就读出这样的一个基因的 这个系列 那么常而为 像色谱呢 可以用 质谱呢 这个 得到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 对他一个用户 那么质谱呢 我们说质谱是根据 它的临死的质量 和相对深度 这样的两个 这个参数来对他进行 这样的一个定性 比如说我们这里用 这个脂肪酸 和脂肪酸夹脂呢 那么它们的 离子的系列 都是不同的 那么质谱呢 我们说质谱的 这个相分器呢 主要是有数级 这个质质谱 离子径 FT和这个 G型时间质谱 那么 现在单级的 这个质谱呢 有这个 像色谱 四级感 质谱 最像色谱 离子径 质 G型时间 以及现成质谱 那么专联的呢 有这个三重词题 还有这个车套 那么快速 12位呢 使用了这个 飞行时间质谱 当然呢 也有一些这个厂家呢 是用了四级感的 这个质谱 那么用四级感的质谱呢 因为我们知道 四级感的质谱呢 它是一个 很要求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仪器 那么有一定的局限性 目前最快的 草谱数呢 比如说是 每秒钟呢 2000个比较数 那么这样的话 它平均呢 每一个色谱风的这个点数呢 不足 难以形成这个高次的这个实践 那么 那非这个之间质谱呢 非这个之间质谱呢 是采集速度最快的这个质谱 采集的速度呢 可以达到500张全图 每秒以上 那么足受质量的这样的 就是建筑 那么常常为这样色谱呢 于非这个之间质谱呢 是很好的这样子的品配 那么我们这一张图呢 也是展示出 我们这个样子当中 比如说有八个风 那么如果要是我们采集速度 如200张这样的 20张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见 第一个风 第三个风 第四个风呢 那么在这个 由于这个采集速度的这个点数不够呢 以至于当我们难以把它分离一下 那么这个呢 也是对于这个 分身时间之处 以我们的这个谈谱的这样的 扫描速度 这样比较 那如果要是扫描速度 只有每秒钟十张嘛 那是我们一个非常好 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风的话 它的严重的这个变形 那么现有的这个 商品化的强而维其上色谱之谱呢 主要是有这个 迪克公司 迪克公司 阿拉斯科公司 和导金公司 三个公司 和这个安基伦公司 以及巴安密公司呢 其他 那我们对于强而维其上色谱的 一个应用的一些实力 那么我们知道呢 对于这个有机率荣药呢 这样呢 现在是这个很严禁的 这样的一个 但是呢 某些有机率荣药呢 对于形态的这个线图呢 有比较好的这样的 这个防止作用 那么 我们现在不法的商务呢 它会在有机率荣药当中的 添加有机率的 提高自己的这个 啊 蔬菜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价值 那么我们这里呢 是在芹菜这样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极致情况下 那么我们这里呢 标出来这个图呢 我们看呢 有机率荣药呢 它的这个 它的强度呢 是非常小的 如果要是在低维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上面大大的 这样颜色非常深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个风呢 会把我们的这个目标物 有机率荣药呢 是给它掩盖过去 那么常而为市场色谱呢 可以非常好地解决 这样的一个分离 这个电力有非常 这个非常添加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对于石油样品当中呢 我们说石油样品 分析当中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 由于石油样品的非常复杂 会有在一位市场色谱呢 它的风流量 会产生一个很难以 分离很难以见零的 这样的一个机械图 那么 不可分辨的这个复杂品 我说物中呢 约有25万个这个化合物 其中呢 能用一维向色谱 你最进行的物质 实在啊 数目的这个很少的一部分 较以呢 这个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次 那么在全二维向色谱当中呢 我们说一维的这个基建古猫呢 在第二维呢 得到很有效的分离啊 全二维向色谱呢 分离的主数呢 可以这个啊 提高几个数量值 那么在这个石油分离当中呢 往常呢 都是要将石油当中的这个方向成分 保隔成分的分离之后 再进行这个分离 那么我们说分离的过程呢 实际上也损失了很多 非常有用的一个信息 全二维呢 不需要一分离 一次性量可以这个分离脂肪酸 脂肪酸 这个方向中的各种大活物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 在这个我们说A丸精 D黄蓝精 C三黄肠精 D三黄肠精等等呢 他们都得到非常 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分离 那么常常为气象色谱 最新时间的石油呢 对于这个环境当中 比如说非常热点的这个CM2.5 那CM2.5当中呢 实际上有 提供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 扭曲规划库 那 一维的气象色谱呢 它对于这个 CM2.5的这样的一个样品 分离能够是非常有限 常常为气象色谱呢 能够检测到550多个分 那么对于这个生命科学来说呢 常为气象色谱呢 实际上是做这个 给代谢组织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一天呢 是这个德国马克思常克研究所的这个 ROTA 510这个设计组 它对于这个 米兰界受到这个 不同的这个光照 以及不同的冷截破作用下 它的这样的一个 代谢组织的一个研究 那么它是这样的 分成了这样的几组 第一组呢 我们在组它 光照16小时 然后人工的 机缘8小时 那么它是在20度的这个情况上 第二组呢 它是在速度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第三组的话 是人为的都给它进行光照 在20度 第四组呢 是人为都 这个都给它做光照呢 是在速度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它用的这个平台呢 首先呢 是用了这个经济证件 就与它的这个表达 表达组 转度组的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同时呢 对于代谢组 它是用了这个 转而为这样的色谱 那么对于这个转动组 跟这个代谢组呢 他们把这个数据进行了总结 那么对于这个 进行了这个分类 那么在速度 持续光照和昼夜循环上呢 我们观察到 对于代谢组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他们有完整的表示 显度的颜色 从此呢 表示显度的阴性 那么20度和速度 持续光照 或者是昼夜循环的 他们总结出来了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代谢途律 涉及到17个代谢网络 那么这是他们的 一些这个 涉及到一些代谢网络的 一些变化 那么最后一部分呢 我介绍了一下 其他类型的这个全二维 那么随着全二维地址的 这个发展呢 现在不仅仅有 全二维地址的这个 全二维地址的这个 这个页向色谱 另外呢 还有在线的 全二维地址的页向色谱 气象色谱 还有呢 这个在线的 全二维地址的 超零件色谱 你这个气象色谱 那么还有呢 超零件 两维呢 都是超零件的 这样的这个色谱 那么还有 超零件 与页向色谱等等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从这个 从过去 过去我们三维的这个 信息的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我们总是要面对的 这样的 主要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我们怎么样去 搭建我们的 目标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色谱的分离的信息 或者呢 是我们PT2呢 它是 对于目标的这样的物质 可以设定 设定的这个 这样的这个移动呢 使我们找到这样的信息 那么其次呢 我们如何 把这张这个信息呢 变成可客 那么我们要对于 这个信息呢 进行日以化 那么全二维地址 色谱的信息呢 有效的 把这个分离信息 你把这个信息号的这个 锐化的组织 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常为上色谱的 这种是打开了 我们认知自然界的 影像非常好 影像大门 那么我的汇报到这里呢 请各位影响与专家的指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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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